我沒有主持 觀眾朋友們 嗨 歡迎光臨 厲害 生日快樂 現場的朋友覺得好聽嗎 好聽掌聲鼓勵來一下 你們知道嗎 我剛剛在台下 還沒開始之前 我在那邊想 好冷喔 今天怎麼這麼冷 然後都不知道他們穿得 夠不夠暖不暖 但是我剛剛一站上來 我忽然覺得熱了 整個熱情都來了 整個熱情都來了 對 就是看到他們 然後就覺得 你知道雖然他們都穿得比我們多 很低調 我們要站很久啊 是啊 很辛苦啊 可是你剛剛聽到 我都說謝謝 哇 那個真的是唱到心裡面 是 是 在這樣的節日 就好想有一種很感恩的心情 對 要謝謝很多人 要謝謝很多人 而且這個姐 輝倫姐 這個要利用這個機會 所以要好好的謝謝這30年 支持她的這些歌迷人 對不對 對 即將有一個喜事 趕快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對 就是在 明年5月21號 會在高雄留神樂樂中心 然後舉辦生命之花演唱會 其實去年在台北舉辦過 你看那個 有生命之花 剛剛有看到 對 謝謝 這忠實的歌迷 謝謝你們 所以現場的朋友 如果你們 今天應該沒有人 從高雄上來啦 有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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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個啊 有嗎 他們會的手在哪裡 在哪裡 有嗎 真的有嗎 真的有耶 真的喔辛苦了辛苦了 那明年5月21號你會去吧 你台北都來了 你在高雄一定會去對不對 而且高雄的門票 麻煩你齁 起碼要佔一半以上 親朋好友 麻煩你了 動員起來 5月21號 在最新的高雄的流行音樂中心 對 到時候再來好好來感謝這些 出道30年喔 這麼支持你的歌迷朋友 對啊 就是把這30年來 其實31年了 把這些歌曲都跟大家在一起 共同走過一遍這樣子 那看今天聖誕節 有沒有什麼祝福要送給大家 其實我覺得祝福啊 我都會選那種 其實真的很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非常實在 就是希望大家都很平安 很健康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最重要的 最珍貴的 對 而且除了講平安之外 接下來我們用歌聲 來獻給大家 這個祝福來獻給大家 好不好 那後面還有兩首歌曲 大家好好來聆聽一下 好不好 那舞台我們暫時先還給姐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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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